現在在獄中的鄒幸彤 我看到讀媒今天也有報道 他就說這個我想不到 這個是邵家俊他的Facebook post 我真的想不到 因為現在香港人 甚至香港人都不關注區議會選舉 就算民主黨 自己也有兩個人 原本有八個人宣佈參選 就算有兩個人打退堂股 但是周恆彤 竟然他現在走出來說 他還很關心香港的區議會選舉 你知道周恆彤說一句 勝過你爭國衛搞什麼區選野兵分 周恆彤都關心區議會選舉 還想在投票日裡面投票 在監獄裡面投票 他覺得是不是都想做些事情 周恆彤的想法 對民主黨派出六個人參選 可不可以入閘呢 其實他非常之留意 總之在投票日一定會投票 一直都留意民主黨的動向 他派出六個人參選 是否可以入閘呢 至於他其他事情 你說釘瘡的問題 他已經習慣了 上次釘瘡是什麼原因 他自己呢 他就說原來是請人吃花生 請人吃花生 都被人釘瘡 所以你說那些什麼 港人港地幾個混蛋 港人港地上次說什麼 就是說 第一就是嘲笑他是水飯女王 之後呢 就一直說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那他又不知道什麼家規 到底你現在犯了什麼規 犯了什麼國法 犯了什麼家規 講一下周恆彤 原來請人吃花生 都是不給嗎 都犯規嗎 要這樣懲罰他一個星期 要獨立酬禁 這麼混蛋嗎 即是等於周嘉誠 他需要什麼非法管 就是一個葡萄 明明的葡萄 就是你懲教給他的 如果你是國法的話 不讓別人吃葡萄 不讓別人互助互愛 請人吃花生 是這個國法之不仁 是這個國法 是香港人的恥辱 這麼簡單 是不是 那些什麼藍絲媒體 自己都不知道 別人是犯了什麼家規 什麼法律 胡亂說 政治行先 下下就是玩鬥爭為樂 所以你說是非常好笑的 這些人是 講人講地 梁振英那些朋友 馮偉光 馮偉光 那些人 真是 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你既然犯規的話 你就要受 原來就是請人吃花生 原來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周恆彤 他都說去選 但是現在呢 你就會見到 一個很大的反差 就是昨天 昨天阿Ben 才傳過來 他就 我們出了東西 他說什麼 就是我們 這班 末代議員 末代民選區議員 是 即使在香港 那些末代民選區議員 都沒有人 很多都不做 除了民主黨 那幾個 他們就說 還有民協的 都還有民協 其實他說的理由 我們都知道 比如你說 不斷破壞的方式 大幅度地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 取消了反對聲音 然後呢 就說 要單純由民選提名 改向三會去黑提名 那些程序 那些程序呢 就設下種種障礙 好像障礙菜 那樣 根本上呢 就非常之不民主 那結論是什麼呢 最後呢 就是呼籲所有的香港市民 就是現在呢 是時候團結出來 透過抵制這場選舉 表達我們的不滿 就是 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和自由 我們必須團結一致 捍衛香港的未來 確保呢 市民的聲音得到充分的表達 而不是一場民主制度 被粗暴干預 和自稱選舉中消音 那樣 那 就是香港的未來 必須要建立在民主 自由 公義 道德的基礎上面 那是我們共同的使命來的 亦都是香港的責任 那就是 他這樣說 作為香港最後一任的民選議員 繼續擔任這個使命 衛生在世界各地的香港公民發聲 那其實呢 他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差不多三十個 二十幾三十個 有沒有人分享 最重要是有沒有人分享 因為分享這些 小心點 分享這些 多數都是境外人士 很明顯是 我見到有人在私人群眾所分享 但他們分享之後 基本上就是有批評 這樣做是不是會令到 留在那里的香港人 就很難做 香港人不需要鎮臂一夫 要響應 我想大家都明白 爲不爲 那現在可以like 分享也可以 那些人 希望 希望都是場外人士 因為這些名單 你能夠把握的人 能夠把握的人 一定是被國安監控的 你能夠把握一回事 不至於被人拘捕 但你能夠把握的人 一定會中招的 所以 大哥已經兩天了 不用我們說了 應該是國安已經做了事了 但我們不是要散播這種恐懼 首先 我覺得他們也代表了自己的心聲 因為他們自己也是四年前 2019年的時候 真是最後一屆被民選所產生的 但也是被人強制DQ 說因為這個宣誓 首先要宣誓 宣完誓之後又說他們 不符合規例 還有一些就是被NOW在恐嚇 說他們如果宣誓不成功的話 是會追討他們之前的薪金 所以這班人是被迫要辭職的 這班人是 其實之前他們這班人 我們熟悉的郭子健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推手 雖然遠在蘇格蘭 但他也是很重要的推手 有許智峯 葉錦龍 葉錦龍也很積極 葉錦龍現在是日本的 他跟RFA說 散居世界各國的前區議員 其實一直都有互相聯絡 5月和7月進行了兩次的改制連署之後 大家都發覺要組織一個正式的 組織 互相聯絡 有些共同議題 或者共同倡議的事情 就可以一起做 討論可不可以成立一個海外網絡 比較公式化和制度化一些 作為聯絡的渠道 都是靠一些通訊媒體 即是Telegram 然後去討論 這些在境外的區議員 末代區議員 前區議員 會因應不同的事情 推行一些運動 譬如在日本推動的 食壽司打卡行動 就是要對抗 即是香港裏面說 反廢水那些 那些樓屍 又有什麼不讓 十個縣市的海產 就運進來香港 那他們就食壽司打卡 這個情況就好像 其實是台灣那時候 台灣那時候 不是 台灣 澳洲 被中共教訓 發動單邊的貿易戰 去教訓台灣和澳洲的時候 你看到前年 很多人都買台灣的菠蘿 鳳梨 亦都有很多人去買 澳洲的龍蝦 和紅酒 令到中國 這些單邊制裁 這些經濟脅迫 不能夠 那麽容易 就是得逞的 香港人沒有那麽崇高的 是因爲 平時成舊水 你進不到中國大陸的話 你制銷在香港 便便宜了 變成20元 100元變成20元 你甚至是說 澳洲的那些 平時是在買三 三球幾水的 那些什麼 砂糖尼的那些 你一去到 即中澳貿易戰 即中澳貿易戰 那時候便宜到 即一百元都不用 那當然是買 那至於國子健就說 英國政府 他現在就說 其實是想推動 首先要處理 就是PNO 在英國各城市的數字 究竟散距有多少人 即是英國政府 沒有這些數據的時候 他說可以做人口普查 即是 核定在海外的香港人人數 去推薦這些團體 和網絡的人數 接著做一些服務工作 提供組織的倡議 希望大家做多些基礎的工作 就是掌握更加多的資料 提供適時的服務 即是你起碼 做不到在香港的事情 就是做英國在地的一些港人服務 即是 即是團結社區 你可以說他們沒有授權 但是他們提供服務的時候 你用 他們發揮了作用 他們服務到我們香港人 他們自然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是吧 那你說是否一定要經過投票 你投票之前 其實你都要看看你做了地區工作多少 你用了那些服務 某程度上已經投票了 其實你投票 即是你現在很多人執著 即是香港的 即是海外的議會 議會是這樣的 議會都是一個形式 議會你可以作為一個組織 但是 你做這些事之前 是否都應該先有些 記錄 譬如你說 好像他們做的事情 現在就做了這些事情 是吧 只要你的工作有人認同 自然有代表性 是吧 那我們不爭議 即是海外議會 那些事情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 很多人都有一個 想法 已經是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其實就 哈哈 哈哈 但是 你看到有些分別 你說海外的前驅議員 民選議員 很明顯的了 大家不要理他 杯葛這個選舉 跟香港人說 杯葛這個選舉 但是 本定的香港人 其實我發覺 就 不是很積極 或者 他不可以積極出來給你看 當然 他很積極的話 去響應你 或者share你的話 他就是中招 這些事情只能夠放在心裏面 一定是只能夠放在心裏面 我昨天說起這個區議會選舉 你看到什麽麥美娟那些 都已經打了開口牌 都預算了那個投票率 是會很差很差的了 嗯 所以你說什麽 香港人放在心裏面 就是 在葉錦龍的角度就是 我寫完 大家不需要表什麽 投票那天 大家怎麽做 心照 就是不簡單的 心照 那其實呢 說真的 你真國偉 七度要搞什麽 驅選野賓分 甚至跟你在那裏 搬定龍門才可以 唉 就是那些什麽 阿梁美芬 搬定龍門 唉 現在我們不是 講這個什麽的 不是講投票率 不是硬指標 那你不是硬指標 那就是沒有KPI 那你用什麽量度KPI 你這班人 你見到 本身投票率 應該是個硬指標 如果不是 為什麽民建聯 傾巢而出 其實最後 他都要說服中聯辦 現在他講這些 你猜他講給香港人聽嗎 不需要KPI 不需要投票率 因為投票率高的時候 反而是香港最動盪的時期 那是不是好啊 是不是好啊 你的說話 講給中聯辦 聽的 那歷史上又真的 最動盪的時候 那投票率最高 那現在反而天下太平 他覺得 那投票率低 是吧 無所謂 上次立法會 那個已經是這樣 你見到 盧文端那些 又嚇 又喊 到頭來 投票率是怎樣 心照 這個 不過 周恆彤為什麽說 很關注民主黨的情況 甚至乎想投票 這個道理 大家要思考一下 不過我們今天 就不說了 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 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問題 但是 我主要香港人來說 多數的香港人 都不想投票 就算 3A3Q已經說了 12月那個街道辦選舉 街道辦大家 就沒有興趣 因為不屬於香港人 那個結構 你除非有什麽 除非可以拿消費券 一張選票換一張消費券 哈哈哈哈 一張選票換一張消費券 一張選票換一張消費券 西非 當然 很好 雙 到 美國 本台